爱不只是拥抱或是关怀 顾总 早上好 昨晚是没睡好吗 爱把一切抛开 你就是我的不可替代 你的到来 点缀我梦的黑白 带给我期待 全部的爱都为你来告白 Don't taste trust Fulling you Fulling you Fulling you 就在这个时刻 Fulling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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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总 吴总 什么 什么 什么什么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你没睡好啊 做噩梦了 嗯 做噩梦了 嗯 这就叫爆炸 祝你天天做噩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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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儿不是这个烦人精爆窝的地儿吗 喂 喂 顾总 请问有什么吩咐啊 喂 顾总 你怎么了 我 我不舒服 你来我家一趟 杜叔叔呢 让杜叔叔带你去医院啊 他不在 我 我 我 喂 喂 喂 顾总 喂 喂 顾总 顾总 好烫 顾县城 顾县城你们别睡你醒醒 家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你发烧了 你现在能走得动吗 我带你去医院 哎 顾县城 顾县城 我 我不去 不去医院 你烧傻了吧 你都病成这样了 不去医院怎么行啊 家里 有 药箱 不行 你现在这个样子必须去医院 走 不去 算了 你家药箱在哪儿 在 在 你说什么 算了 我自己去找吧 算了 我自己去找吧 好不容易 失落过几个世纪 为了你我愿意 为了你我愿意 四季崩回 思念 蔓延成 巧味 越过了时间的爱 我 将你包围 因为有你 一切忽怨有意 你我 春秋冬夏日 暮雨 叫醒 唐过荒芜的花 明明之中的你我 那些模糊的爱意 渐渐 清晰 你 越过银河万里 我在原地 不曾忘记 像漫游的星星 初天 向你靠近 漂泊过 每个梦境的边际 直到想起你 世界变化 尽快 要不曾年 又没 越远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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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替你我 因为有你 一切忽怨有意 你 春秋冬夏日 暮雨朝夕 踏过荒芜的河 冥冥执着的你我 那些模糊的爱意渐渐清晰 眼前万般风景 也不及你万分之一 像烟火的痕迹照亮夜的孤寂 不得在黑夜中独行 直到看见你仍爱往前 我会有你 你爱我 你爱我 你醒了 好点了吗 你想干吗 我能干吗 还好还好 烧已经退下去了 要不然我拖都得把你拖到医院去 谢谢 你昨天晚上那么晚给我打电话 吓死我了 不过话说回来 你们家怎么就你一个人呀 杜叔叔呢 你的私人医生呢 你知不知道发烧是会烧死人的 就是烧不死你也会烧傻的 你还笑 要不是我你命都没了 我昨天晚上熬夜照顾了你一宿 你得给我加工资 没问题 不过 我有新的工作任务要安排给你 听上去就不是什么好事 你说吧 杜叔叔回家探亲了 要离开一个月 现在我又生病了 我可能需要你搬进来照顾我 作为生活助理承担一些渡管家的职责 生活助理 生活助理 可是我好像只是你的司机 可是对外我都说你是我的助理 话是这么说 可是我一个女孩子这样也很不方便啊 你干嘛不直接去找白冰啊 你觉得 你能比白冰更好的处理公司的事情吗 这 当然了 这个不是强制 而是请求 因为 我习惯用自己熟悉信任的人 你信任我 你是故事的人 我当然信任你了 不过 你实在不想的话 那就算了 三倍工资应该能找到另外的人吧 没事 你先走吧 我自己可以 不用管我 救人救到底嘛 而且反正也就一个月而已 又没有多长时间 老板 那你刚刚说的 三倍工资的事情 应该还算数吧 当然算数了 那你先好好休息 我出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三十六剂之苦肉剂 为了成功嘛 这适度的牺牲也是必要的 俗话说得好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而现在你只需要小小的感冒一下 就能借机让善良的小仙女心软 这样她答应你住进来的成功率极高 苦肉剂讲究一个真字 小仙女又不傻 如果你只是嘴上片片她 她肯定一眼就看出来了 怎么样 你到底要不要走 你到底要不要走 你遇远林的项目 我想约顾总酒店祥坛 晚上八点如何 没问题